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在唱过穷瑶的歌曲 他们甚至就没有在开口唱过歌了 那我们现在讲到真正的穷与郎 就是讲说在1970年代以后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 我们印象中最深的当然是凤杯杯 那其次就是邓丽君 那其实我们应该严格讲起来 邓丽君的声音 其实更适合 更适合穷瑶的那个电影里面 那个女主角的那个形象 那可是因为就是当时 应该这样讲1970年代 因为台湾第一个是因为 因为邓丽君的电影 慢慢就比较公式化一点了 不会像早期《烟与蒙蒙蒙蒙蒙蒙》 那样的小说了 那公式化以后 就当然就变成所谓的三天电影 那它就慢慢就变成所谓的女工电影 那所以为了争取这些女工 女工观众的这个喜欢 所以慢慢就改成凤飞飞来主唱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凤飞飞主要的市场 大部分都在台湾了 可是我们都知道 邓丽君从1960年代的后期 就已经开始在香港 跟在日本发展演艺事业 所以他的大部分的 他在台湾的时间反而比较短 所以那个穷瑶的电影 我们都知道 都一定是要在 暑假跟青年节这两个档期 就是春假这两个档期 三二九到四月五号这段时间上映 那这两个档期刚好在日本也都一样 它也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个档期 所以不可能 那个邓丽君没有办法配合宣传 所以邓丽君通常在演唱穷瑶的电影歌曲 大部分都是演唱插曲 不是主题曲 但是问题是邓丽君 因为声音实在是太有记忆点了 邓丽君不管唱什么歌 到最后他都会变成主题曲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时穷瑶的电影 穷瑶还没有自己电影公司的时候 他主要把他的那个电影的版权 改变电影的版权 他们都卖给李行 那李行到香港去拍了这部电影 拍了两部最重要的电影 一部叫做彩云飞 一部叫做海鸥飞处 这都是那个珍珍跟邓光荣言的 那这是早期第一代的那个组合 第二代才是林青霞跟这个秦湘林 还有这个林凤娇秦汉二秦二林 那当然第三代就是所谓的刘文 就是这个什么刘文正啊 费祥啊什么马永霖啊 这些马永霖啊 这些刘文这些人 好 那当然可能有印象就讲说 这个彩云飞 这个里面不是有一首歌吗 闻彩云何处飞 远随风涌相随 你藏在我心里是 像这样的歌曲哦 这首歌 大家可能觉得讲说 对啊 这不是彩云飞的主题曲吗 不是一看就闻彩云 对不对 抱歉 这是插曲 真正彩云飞的主题曲 是尤雅主唱的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不管他唱什么歌 就是红什么歌 彩云飞里面 其实另外一首插曲更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千言万语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他围绕着我 这首歌当初作曲者 叫做左红源 是这样子哦 琼瑶的电影 不见得都是琼瑶自己作词 琼瑶有的时候 也会去帮别人作词 别人电影作词 甚至琼瑶直接就帮唱片作词 琼瑶有帮高林峰的唱片做过词 那所以 这个 不过大部分琼瑶电影 都是那个琼瑶作词 左红源作曲 那左红源 如果琼瑶没有作词 就是琼瑶 就是左红源自己作曲 再交给庄奴来作 再交给庄奴来写词 那唯有这首 就是千言万语 是左红源自己作词 自己作曲 那当时 那个报纸上讲说 这首歌出来的时候 琼瑶很坚决反对 说觉得讲说 那个 邓逆军当时才19岁嘛 因为各位知道 1973年 邓逆军是19 不是 邓逆军是19 那个 53年出生嘛 那当时 拍这部电影 可是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是 那个1972年嘛 那个邓逆军才19岁而已 琼瑶担心 邓逆军不能唱这首歌 那个太年轻了 不懂爱情 可是 后来左红源在2013年 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当时反对的人不是琼瑶 当时反对的人是导演李席 可是 左红源因为在 就是等于在1969年的时候 邓逆军才16岁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已经合唱 那个合作过那个 金晶的主题曲 金晶 金晶 古铃铃 所以左红源坚持讲说 一定要找邓逆军来唱 好 那怎么办呢 就 左红源就跟那个李行讲说 我来挂保证 如果邓逆军唱不好 我来教他 李行没办法 就说那你那个左红源保证 就让他唱了 结果没想到唱 唱出来以后 那个 左红源进了那个录音间 就跟那个邓逆军讲说 你只要唱一遍 你不要用装饰音 你也不要耍花枪 你就这样唱 好 他就这样 那个邓逆军唱完一遍 以为还要再唱 结果 左红源说 收工 就这样子 这一首歌就红遍了 东南亚跟香港 到最后你知道 根本没有人记得 那个电影 电影叫什么名字 大家都以为这首歌 就叫做千言万语 接下来讲到这个 海欧悲处 这部电影的时候 里面有其中 有这个就是把爱埋在心窝 这个大家可能 去调那个 那个到YouTube上面去看 就知道 珍珍拿一个吉他 在这里自己唱歌 其实珍珍自己也会唱歌 后来珍珍到香港 也有那个主题曲 就是因为他嫁起谢贤以后 谢贤导演的片子里面 珍珍也都有 珍珍自己也是自演自唱 不过珍珍唱歌 当然还是没有邓逆军好听 那邓逆军把这个 这首把爱埋在心窝 真的是就是 那个 让大家都以为 珍珍的歌声 就是如此 好 那最重要讲到的 邓逆军里面讲到的是 要讲到哪一首歌呢 其实这个是 叫做追随彩虹 是这样子 1976年以后 就是这个 琼瑶跟李行就不合了 过去琼瑶就是 直接把那个小说 通通都交给李行 去改编电影 然后后来琼瑶就 自己开了一家电影公司 叫巨星公司 那他就 那他就找了这个 邓逆军来唱这个 他拍第一部戏叫做 奔向彩虹 其中就是有一首歌 追随彩虹 请的是邓逆军唱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后来这个奔向彩虹 因为应该这样讲 这个 那个凤飞飞啊 里面 凤飞飞唱过很多这个 关于彩虹的歌曲 也主持过很多彩虹的节目 他在中式主持 一道彩虹嘛 后来就变成什么 奔向彩虹 后来后来又什么 再见彩 又什么再见彩虹啊 什么一大堆彩虹 就几乎 彩虹跟 跟那个凤飞飞就连接在一起 大家很难想象讲说 为什么追随彩虹 最先是邓逆军唱的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邓逆军就没有办法配合 这个宣传嘛 那后来邓逆军 等到琼瑶自己 跟邓逆军合作了以后 邓逆军唱完这首歌 在197 这个是1976年的时候 邓逆军在 台式的那个电视专辑里面 讲说 就是跟观众朋友介绍 说这首歌 说他将要出一张新的专辑 那你也唱了这首歌 那他左等右等 结果没有出来 到最后电影 电影出来是 凤飞飞唱的 大家所有的报纸都说 是因为凤妈妈 去运作唱片公司 最后才改成是 最后才改成是 那个凤飞飞唱的 不过凤飞飞跟邓逆军之间 倒是 那个感情还算不错 因为他们的歌迷是不合 但是他们私底下 两个人感情还不错 所以后来邓逆军去世 1995年邓逆军去世之后 凤飞飞在纪念邓逆军的时候 唱的就是这首追随彩虹 不过隔了一年 就是邓逆军自己 另外出了一张专辑 叫小春之列 里面还是有收入到 收入了这一张 收入了这首追随彩虹 这首歌 那所以应该这样讲 凤飞飞跟邓逆军 都是最重要的穷瑶歌曲的代表